汉语桥 首先很开心能够我们英图湾来到这个活动 然后很有幸的成为了汉语桥中文推广使者 这个称号 然后觉得大家今天表现的也都非常棒 很高兴来到汉语桥 因为我平时学习汉语 对然后最近也 我越来越学越更喜欢更想学习更多更多 我还不知道的新的中文汉语 对所以我也继续努力学习汉语吧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很多中文厉害的外国人 他们来自全世界 有机会的时候 我想和他们一起说话 学中文是真的汉语 所以我想知道小技巧 小技巧 技巧 技巧这个词也挺难翻译的 技巧 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因为我可以学到新的中文和新的中国文化 所以今天很开心 我特别开心又荣幸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外国人们都要一直学中文嘛 然后就没想到就是两年中能 就是有这份机会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特别的荣幸 我也是非常荣幸 然后想到可以向世界各地传播中文 然后这个荣耀也是自己非常非常这种很难承担的感觉吧 汉语桥是我小时候就一直在观看的节目 所以现在这份工作能够参与到的其中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很开心今天能来到就是汉语桥嘛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之前我的口音 包括一些我的那个说话 可能是不会就是宣传 但是我现在练好我的口音了 我说明会是一个标准的普通话 我希望能用我就是继续努力 要去更给大家就是推荐 给我们外国队友们就是推荐汉语桥这个节目吧 我觉得可以来参加汉语桥是我的荣幸 然后我觉得我我们外国成员就是感谢所有的所有人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然后也每天就是借我们一些小小的技巧 所以谢谢 我觉得今天给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整个学习的氛围比较重 因为看到很多有很多海外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比赛 是一个良性的竞争一样去比一些汉语知识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来到汉语桥这个节目 然后同时呢 最近跟着看到外国的朋友们 大家都在学习中文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自己的中文 还有对中华文化的一些理解 好像有点跟不上了 所以自己最近也在 想要继续更认真的去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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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